悠闲的午后来一杯手摇饮是绝佳的享受 小明去了手摇饮店买了一杯半糖的阿萨姆红茶 喝了一口 天哪,这也太甜了吧 小明心中暗想 如果下次再来就家店 一定要点微糖才行 不过,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更准确地去描述饮料的甜度呢? 这时候,我们就要用浓度去表示 听到这里,你先不要被浓度这个词吓到 其实浓度的概念你早就有啦 像是,如果有两杯100毫升的水 分别加入10克和20克的糖 如果都完全溶解 一定会跟我说,有20克糖的那杯比较甜 为什么?因为比较浓啊 是的,你已经抓住浓度的精髓了 在定量溶液中 所含的溶值多寡就称为浓度 就像一杯红茶中含有多少糖或多甜一样 但这里的溶值多寡 在不同的状况下 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单位 也因此,也因此浓度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种 是每100公克的溶液中 10公克的糖水含有10公克的白糖 可以写为糖水的重量百分浓度是10% 了解这个概念后,再请你算算看这个题目 你答对了吗? 把作为溶值的25公克食盐 除以总食盐水溶液质量25公克食盐 加上175公克水 再乘以百分之百 得到食盐水重量百分浓度为 百分之12.5 重量百分浓度 可说是相当常见的浓度表示法 举番市面上的食品内容物标示 常常有它的影子 不过,小明也在超市注意过架上的米酒 一瓶米酒标是有19.5的酒精度 这个度又是什么意思呢? 固体的溶值比较容易使用质量来衡量多化 但是液态与气态的溶值 常常得使用体积来衡量 因此,这个度其实指的是 体积百分浓度 体积百分浓度的定义是 每100毫升的溶液中所含溶值的毫升数 同样以百分比来表示 可以将溶值的体积除以总溶液的体积 再乘以百分之百得到 拿米酒来说 酒精度19.5度的料理米酒 体积百分浓度为 百分之19.5% 意思是,每100毫升的米酒当中含有19.5毫升的酒精 了解这个概念后 现在你也没算放在家里柜子里嘴里面的58度高粱的浓度了 学习完今天的课程 来小事伸手一下吧 最后,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 常见表示浓度的方法有 重量百分浓度与体积百分浓度 重量百分浓度的定义为 每100公克溶液中所含溶值的功克数 以百分比表示 能以溶值的质量除以总溶液的质量 再乘以百分之百得到 体积百分浓度的定义为 每100毫升的溶液中所含溶值的毫升数 以百分比表示 能以溶值的体积除以总溶液的体积 再乘以百分之百得到 最后,请大家来回答个小问题 AQI是空气品质指标 在衡量各项指标时 你会看到PPM和PPB等浓度单位 请问特别使用这些浓度单位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? 欢迎你将答案留言在下方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